日本的餐廳 大家好 我是Tomo 我在台灣好多人問我 最想念日本的是什麼 然後第一個想要就是媽媽做的料理 然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這一道料理叫做漢堡牌 讓大家很簡單很輕鬆的能做出 日本的家庭料理 那就開始囉 首先做漢堡牌 先麵包粉 然後讓麵包粉吸牛奶 然後再切洋蔥 然後就是要切小丁 這個洋蔥就是放漢堡牌裡面的 所以就是小火慢慢煎 好 那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剛剛那個麵包粉 再加豬腳肉 然後雞蛋一顆 然後黑胡椒也罷 然後這個時候 洋蔥差不多變軟一點 所以再加進去 然後先鍋裡面倒油 然後手上也倒一下油 這樣子就是肉排的時候 手上不會黏住 好 然後就是左右丟 讓肉排裡面的空氣弄出來 然後就輕輕的放上面 然後就輕輕地放上面 很快很快就是可以翻面 然後這樣子翻面都要煎好 加一點水 然後蓋上蓋子 讓肉排就是燜熟 然後這樣子慢慢慢慢就是燜熟 用筷子吃一下半邊 然後如果透明的肉汁出來就煎好了 就關火 這樣就完成了 漢堡排 HELLO 各位LTV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餓不破 我們今天要帶來的送預料點就是 超級惡魔劇 那我今天就是會用鬆餅的方式 但是裡面又有非常邪惡的內餡 首先就是需要兩顆蛋白 那把蛋白跟蛋黃分離 那接下來呢就是加麵 那我通常吃不太會涼 反正就是憑感覺 那你覺得太濕就加一點粉太乾你就加一點鮮奶油 那既然是送預料理呢 要送預就是用鮮奶油 然後呢我可以加一點點的黑糖 那你看像現在就是比較乾的狀態 就可以再加一點鮮奶油 然後再繼續攪拌它 那差不多了 那打蛋白的時候 蛋可以先稍微冰一下 這樣就可以 就是稍微有一點點細細的泡泡 就可以把這個蛋白加進來 先不要夾完 然後這樣留下往上這樣翻 然後再把它加到 繼續拌它 然後差不多這樣 狀態就可以了 就是麵糊完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煎麵皮 那首先呢 先在鍋底抹一層奶油 那我們這次奶油就不用太多了 然後燒了一點 這樣子 包包 然後就淋上來 有點像可麗餅的做法 讓它 這樣分布均勻 那它表面在煎的時候會有一點泡泡 那等到那個泡泡它都破掉 變成一個洞的洞之後 其實就差不多可以翻面 那部分就稍微再控制一下 然後先準備一下內餡的東西 好 那首先呢 就是先準備一個冰淇 那可以讓它有一點點 快要變奶昔那種半融化的狀態 然後呢 可以加一點可可粉 然後就把它拌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再稍微冰一下 會比較好包 那我們今天同樣會有一個致命武器 我們今天致命武器呢 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吃過 而且它最好吃的是 就是先把它捏碎 然後再打開吃 那就是 巧克力 巧克力脆片 然後我們先把 冰淇淋的內餡先把它處理好 稍微 比較凝固一點點 其實大概應該加 差不多一包 然後把它超白一些 好 那我們就先把它盛盤 放到盤子裡 然後細細內餡 直接把它放進來 直接把它對折 淋上巧克力脆 然後再撒上一點可可粉 那今天這道超級惡魔卷就完成了 我跟你說 多久 都有 多久 你 taxes 作詞 說 好 你可以 感谢观看